一粒拐杖的使用方法 調整好一粒拐杖的長度 對你的平衡、舒適度、走路的方式、控制程度非常重要 我們用這段影片來幫助你調整你的拐杖 如何拉開拐杖 把葉托向外拉出 聽到一聲咔 就代表拐杖固定可用的狀態 使用之前要確定拐杖已固定好 將內管上下拉動並確定不會滑動 如何收除拐杖 按下固定鈕 同時將上下管回推即可 如何設定拐杖記憶功能 將上下管拉開到固定位置 設定鈕蓋孔取下 按下固定鈕 同時拉出上下管 直至設定鈕出現在設定鈕孔 將上下管上面的長度設定孔位下方的刻度線與外管蓋對齊後 再多拉出一個孔位 例如 若適合您的長度在第五孔 多拉一孔到第六孔位下方的刻度線對齊管蓋 按下設定鈕 同時將上下管回推 直到聽到一聲咔 將設定鈕孔蓋塞回即可使用 調整長度步驟 階段一 握把到腳的長度 您需站立姿勢 手握握把 手肘維持15到30度的彎曲 將一粒拐杖下管拉出 拐杖腳墊放在離腳尖側前方約10到15公分的地上 設定此高度為您的適用高度 階段二 夜下拐杖 調整握把到夜拖的長度 手肘保持15到30度的彎曲 將夜拖拉到離夜窝兩手指的距離 前臂拐杖 調整握把到晚環的長度 請將晚環的高度調整到前臂的一半 至三分之二之間